一个函数,在题目里面有说明 参入函数的时候,统计里面有一个算排名 那个函数叫rank,R-A-N-K-E-Q 这个函数主要就是让你算排名 它的逻辑是怎么样,它底下有说明 这边有说明,它需要给一个两个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你的什么合计的结果 第二个参数是所有人的合计结果 第三个是递增还是递减 就是说你的成绩在整个范围里面排第几个 它会告诉你 如果你第三个忽略掉,就是递减 所以递减就是高的在上面,低的在下面 所以有这个概念之后,底下有个说明 就更多函数说明,确定 第一个Lambert指的是你的合计结果 所以你可以把它点击一下 第二个Reference,这个指的是所有人 所有人怎么选 记得哦,游标点在第2往下拖拉 到最下面这个 到第43放开 order的话呢 它说零或省略表示递减 所以我们就不输入好了 那因为等一下我会向下填码 因为算完一个之后会往下拉 那特别注意,这一个D2的部分 它会变D3,D4,X类推 往下抓其他的这个资料 但是第二个参数,第二个这个 这个是不能改变的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希望向下填码 因为向下填码它会把列号数字的部分 会帮你再加1,加一直往下 那怎么办呢 如果不希望它加1的话 记得哦,按F4 F4有什么改变呢 有没有发现列号跟蓝号 前面都加上Dollar side Dollar就是前的符号 那这个前的符号呢 表示说以后你向下填码的时候 它就固定在那一个列和那个蓝上面 不会动哦 OK,所以这个是必要 那这个关键的按钮是F4 按F4才会这样 按确定之后 你会看这26名 点它两下 算完了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里面呢 第一名的部分 这个第一名 是这一个 34号 第二名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21号 第三名的话是28号 不过这个有个缺点 就是你光要找那个前三名 其实不太容易 所以呢 这一题最后它要希望你做什么 把第一名跟第二名跟第三名 用不同的格式显示 所以题目里面 它有那个最后一个 这个它要我们做什么 题目里面 它说前三名的话 就是设定格式化条件 所以第一个 把排名前三名的 用蓝色哦 OK哦 然后出体 并且显示成第几名的样式 所以这边的话呢 大家要怎么做 我等一下再来看 请各位先把那个rank 特别说这个rank函数 记得是游标放在这边 插入一个rankEQ 那这个地方 分别这个是第二 就选这一个 R E F是选整个 再按F4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这些步骤 我想只要你手机以塞尔的话 你就会很清楚知道说 什么时候该怎么做 这些都不需要十倍的啦 其实都很直觉的 最重要是处理资料的一些基本的能力啦 OK 请各位试一下 去统计一下那个 就是排名部分 其实如果你不锁会怎么样 F4假设我把这个锁拿掉 你一直按F4它会不断的在跳动 有没有 一个是锁全部 蓝跟裂 一个是锁裂 一个是锁蓝 一个是不锁 OK 那什么叫锁蓝锁裂 因为在你向下填满或向右填满的时候 它会增加 向下是列增加 向右呢 是蓝增加 所以呢 向右的话 D变成E变成F 那如果你不要让它增加 你就要按锁定 所以呢 其实比较标准的做法啦 这边只要锁列就好了 也就是说 只要把那个列号锁起来 就是在数字的前面锁起来 那我先demo一下 比如说我不锁会怎么样 按确定 所以像刚刚同学没锁到 直接向下填满 发现怎么样 这个是有名次的 我换这个好了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假如说呢 把那个锁 这个锁定的 把它拿掉 向下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 你刚刚同学会一直问说 老师是不是有很多个第一名 我一听我就知道 你锁定有问题 如果你看到这 那为什么会这样 到底很简单 就是你这边 如果没有锁 它向下填满 关键哦 有没有 这个范围 本来应该第2到第43 都是不能改变的 但是因为呢 你没有锁 它就变成 2就变成3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 43就变成44 所以同理可证 底下应该就是 一直往下 那怎么办 很简单 把这个范围 选起来 按F4 再打勾 那记得 它打勾之后 底下的不会 帮你改 所以怎么办 你还要再点 点它了下 这样底下 就只有一个第一名 好 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有关 这个锁定的一些 相关的说明 那再来的话呢 最后我希望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有不同的格式 那其他就照旧 那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题目的说明 这边有提到 就是仅限用小于等于 来看 这个怎么做 第一个 一样先把这个排名的范围 先选起来 第二个呢 设定格式化条件 记得哦 位置在哪里 常用里面 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OK 这边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OK 好 点它一下 新增规则 什么样的规则呢 请你选指格式 包含下列的储存格 什么状况 储存格里面 因为我们选了这个范围 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如果什么 小于等于多少呢 前三名 小于等于三嘛 对不对 当它的格式里面 是小于等于三 才去做什么事 把格式 有没有 这个为处 就是前三名 格式呢 记得哦 把颜色改成蓝色 蓝色是哪一个 记得是 大概是下方的第三个 这边蓝色 然后呢 出体字 OK 按个确定 不过这个时候呢 你出现的话 它只会是蓝色跟出体 但是没有第几名 那你第几名怎么出现 特别注意哦 再进到格式里面 切到竖子里面 请你制定一下 原来的格式 特别注意哦 原来的格式是长这样子 如果你要制定的话 请你注意哦 请你把它改成 第几名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自己打 第几名的话 补一个零 零的话表示那个数字 名再加上双一号 特别注意哦 第跟名 前后都一定有双一号 因为它是一个文字 只要在Excel里面哦 它是文字的话 前后都要双一号 这是一个规则 中间补一个零 表示中间那个名次的数字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哦 那这个时候呢 再按确定 你可以往下看 有没有发现 第几名就出现了 有没有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就完成了 其实像这一题 当然我在其他地方 上课还有教到就是说 这个更快按个按钮 自动全部完成 刚刚做这么多事情 其实刚刚有提到VBA VBA在做什么 这些事都不用做 按个按钮 甚至将来自动产生报表 自动把它列印出去 一键就完成 但是按部就班吧 我是觉得 你可以把它设一个目标 如果你会这样的能力 你有这样的能力 有这样的专业 以后你真的是 不愁找不到工作 而且可能还没毕业 人家就抢着药物了 那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重点回顾一下 一 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这个规则里面呢 记得 就是 直接在 指格式包含下列 就是 大于等于 三的时候 做刚刚的格式 比较重要的是 这边是 粗体 蓝色 这边是 地 几名 OK 画面先滑倒一下 试一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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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